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llman 今天呢我們有兩個目標要進行 那今天要先做什麼呢 因為呢 由於這個該怎麼說呢 官方更新20... 260.2的時候呢 這個地圖呢 的這個 自己的位置 全部都跑掉了 你看我的蜜在這 我的蜜居然在上面 然後呢這個BUG呢 現在造成 大家一大堆困擾 連我自己都造到 造到這個困擾你知道嗎 就很麻煩 你知道嗎 玩這個遊戲就是要仰賴 啊 啊 不要 喔完了全跑出來了 我的天啊 欸 不要啊 我只是要給你們看而已 你們全部都直接探出來了 哇 有點麻煩耶算了 我回家 等我回家再整理好了 好這個劍龍就好好的掛在這個地方吧 好 迅猛龍 迅猛龍好好的回去站好 我晚一點再回來排你們 我再跟各位 繼續講解一下 就是呢 改版之後呢 這個地圖啊 的這個位置都完全跑掉了 不管是哪一張地圖都一樣 然後我就非常的 容易迷路 好 仰賴地圖為生的我呢 已經變成 沒有辦法生活 沒辦法治理了 但是呢 我們的系列還是要繼續下去 所以 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我們今天要去抓風神翼龍 但是在抓風神翼龍之前 ㄟ我們要先來做安 我本來是想要做風神翼龍平台啦 但是我的等級現在好像還不夠吧 我看一下 呃 再點個6點 挺多86級嘛 是不是 對啊 為什麼我健職這麼高 不管了 我們先點看看好了 移動速度不需要 好 我們點這個 好 我們現在也是86級嘛 然後我記得學風神翼龍平台 為什麼86就滿等啦 ㄟ大哥 大哥 啊 等我一下喔 可能是上次改版之後的東西跑掉了 我重開之後再回來 好啦 各位兄弟們 那我們回來啦 那剛剛卡等級的問題呢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解決 我稍微去那個 參數裡面做設定 把他的預設值調到最大 不是預設值 把他經驗值調到最大 結果呢 還是一樣沒有辦法 那這個問題呢 我現在沒有辦法解決 那之後或許會有辦法啦 然後呢 因為老頭為了嘗試一下 這個問題 我把遺忘湯給喝下去了 結果呢 還是一樣啊 所以說呢 我們也只能 等更新啦 不然怎麼辦 好 我先把這東西學一學 之前 早期該學的先學一下 有需要再說 這個一定要 風神翼龍安 然後 風神翼龍平台 應該是要96的等吧 我看一下 沒有錯 他要97 97級 我卡在86上線啊 大哥 真的是很煩 我們今天抓風神翼龍的話呢 必須就是要先用這個蝎子去暈 就跟第一季一樣 我們以前第一季抓阿祈的時候也是用這種方式 如果不知道的人呢 回去看吧 好不好 早期老頭的影片 都有相關的抓風神翼龍的教學 然後 看看 我本來是想要用我們身上帶的這一隻啦 但是 後來發現我這一隻攻擊力我給他點超高的 2441的攻擊力 我覺得這樣不好 因為 攻擊力太高了 你知道嗎 風神的血衝擊量也不夠一千多 被他這樣遮三四下就死掉了 我覺得基本上應該是抓不到 所以說我們今天再去抓一隻 再去抓一隻蝎子 好 我們有腐肉嘛 腐肉應該在 腐肉應該在這邊 我們再多做一點腐肉好了 哇 我們身上沒有肉 沒關係 腐肉飼料草裡面有 好 好我們帶一個26個 然後剩下的肉應該是在五尺 不是五尺 在你身上吧 有 我看一下我們要分多少個 我們分一百塊肉出來好了 一百塊肉 分疊 差一分所有 好的 這樣我們等下最後一百個腐肉了 那我們呢 非要不囉嗦 我們今天就先去抓 一隻新的毒蝎子 然後不要點攻擊力 我怕 我怕風神一龍就這樣被遮死了 然後呢 因為地圖的關係呢 我們還是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 然後我們就只能 瞎子摸象 你知道嗎 就是 飛到哪看到哪 然後回家也自己想辦法 好不好 所以說今天這一集 我會非常的辛苦 但是還是要拍 不然的話你們會哭 你們會哭說為什麼我們都不拍 就沒辦法 B.U.G.太多了 我昨天不出的原因就是因為B.U.G.太多了 地圖沒有辦法找到正確的位置 你叫我要去哪裡啊 對不對 我又不想用傳送門 如果使用傳送門 不就打破我們的初衷了嗎 你看這邊就一直讀蝎子 可是這蝎子要死掉了 沒關係我們繼續找 這是什麼東西 袋鼠耶 抱歉我現在不是要 我現在並不想要找你啊 我們需要再幾隻讀蝎子 找到一隻了 這隻等級7的把它抓起來好了 有嗎 有抓起來了 有有有 我們就帶這一隻好了 攻擊力不要太高啊 我們看到把它丟哪裡比較安全 前面那個大平台好了 我們就在那裡馴服它好了 就這麼說定了 我們先準備一下我們的麻醉 麻醉劍 有麻醉劍在那裡 OK 來吧 就決定是你 啊 我忘記帶鞍了 天啊 我們可以現場做一個嗎 蝎子鞍 可以耶 還好 我們材料夠多 非常好 然後呢 直接給你吃 它這個掉麻醉的速度是很快啦 不是麻醉啦 掉飢餓值啦 這個很快啦 我有調整過啊 你看也太快了吧 最新毛不用等個半小時吧 不用等個一年半載吧 吃吧 趕快吃趕快吃 吃一個就馴服了 抱歉 沒想到會這麼的快 好 那我們基本上呢 攻擊力圓風不動 我們不要去理它 這攻擊也太高了吧 560 是不是哪個設定出問題了 算了 不管了 然後我們幫它設定成 暫時先設定成被動 到時候我們呢 要抓風神一龍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打開 等一下我怎麼看不懂 等等我怎麼看不懂 它這個意思 哦 它居然被細分成這樣哦 哦 我們那時候可能要打開巡邏模式 應該是要打開巡邏模式啦 我想 我不知道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過了這麼久 還管不管用啦 好不好 如果不管用 我也沒辦法了 反正就帶著它跑 帶著它試試看 就這麼簡單 來吧 我們來試一下 它有沒有辦法遮 它有沒有辦法遮我們要的恐龍 好 我們先幫它設定成巡邏模式 欸不對 我們應該要設主動攻擊才對 設成主動攻擊 然後把它抓起來 它會不會主動攻擊無此一龍呢 如果可以的話 那風神一定也行 等我一下哦 我的滑鼠好像出了一點問題 OK 我們看一下它會不會攻擊劍龍啊 會嗎 會攻擊劍龍嗎 攻擊它快點 遮它 有耶 有耶 有有有有有有 主動攻擊就可以了 太好了 根本不用開什麼巡邏啊 可以啊 這樣是可行的啊 再試一次 再一次 這樣遮不到 再一次 再這裡 再一次 再一次 這需要抓一點距離有點麻煩 來 遮遮 有了遮到了 哇 這個麻醉加的還蠻快的啊 啊 掉下去了 抱歉 你只是我的試驗品 哎 前面那什麼 大橋 有一座橋 好酷哦 我們有機會再來看好不好 我們今天來抓風神的啊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自己的目標了 雖然這邊有很多室外桃園 看起來非常的棒 我覺得我有點考慮之後在這邊建一個 建一個新的基地吧 但是不是不是現在就是了 哦 看到霸王龍了 現在並不是抓大隻恐龍的時機 你知道嗎 因為不能使用傳送門以及神奇寶貝球的問題 所以說我現在必須 必須先捨去抓霸王龍這些大型恐龍 因為到後面我有一個想一個想法 不需要靠模組就可以把恐龍帶回家的方法 然後前面是怎樣 開始施救獸在互尻的嗎 這兩隻是施救獸呢 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我們要逃離一下這個地方了 太誇張了 施救獸呢 你要嚇死誰啊 啊 施救獸 為什麼這裡施救獸這麼多 我感到 我感受到我的生命受到威脅了 如果被他們發現 我可能怎麼死都不知道啦 非常的受到威脅 哈囉各位兄弟們 我們找到兩隻風神翼龍了 一隻在左邊一隻在右邊 我們左邊那隻不要理他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右邊這一隻好了 我們決定就抓這一隻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 這個地方非常的危險啊 我在想辦法要不要 設法讓他 把他逼在 逼在那個山上 沒關係我們先遮他一下好了 快點遮一下 用我們的古老煉鋼的方式 本土煉鋼 跟以前一樣 快點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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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攻擊力好高喔 這他才幾%而已啊 4%5% 等一下 6 7 8 7%而已 我覺得我應該會害他死掉耶 不過他有回血 完了他在降%數了 完了我們這移動速度有點不夠快啊 欸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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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風神我要了 我們放心那隻鞋子了 快點快點 趁現在趁現在 他現在卡住 他現在卡住 非常的OK啦 快點快點快 不要過來攻擊我拜託 卡就是這樣子 我們捨棄 我們捨棄我們的毒鞋子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欸怎麼毒鞋子沒事喔 這是一個捨棄的概念啊 就是這樣抓就是這樣抓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我們我們搞不好會成功喔 我們搞不好會成功喔 沒在跟你開玩笑喔 搞不好會成功喔 而且現在我快要 我快要 我快要被人死了 我快要被人死了 等一下這真的非常的危險 完蛋了 有沒有什麼可以取暖之類的 增加一點飽食度啊 欸我覺得我會死掉啊 這個溫度會 會把我搞死啊 我一直在不斷的扣血啊 完了我忘記帶 我忘記帶暖湯來啦 快點快點快點 撐住撐住撐住 快點快點快點 哇怎麼會有冰龍啊 OMG 不要不要不要大哥 這個真的有話好講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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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死定了 可以告訴我這裡為什麼會有冰龍嗎 先跑再說 對不起我錯了 我真的錯了 我快要被冰死了 完了 完了我那隻瘋神 我那隻瘋神 他要死了 NO 不行不行不行 你不能噴死塔拉是我的 我的 完了他死掉了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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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滴 35滴 不要 你這個賤人 為什麼這裡會有冰龍啊 快點快點快點 不要再往那裡了啦 我快啼笑啦 快點快點 你的方向是錯誤的你知道嗎 雖然你現在你的麻醉掉的還蠻快的 麻醉上升的還蠻快的 可是你這樣子不太好啊 不太優啊 為什麼你又掉麻醉了 再砸他 多砸一點 多砸多健康 快點 不要再讓他掉麻醉了 拜託我說真的 他就要被我玩死了 沒殺到 沒殺到大哥 為什麼他往下飛了 撤肩袋 他是不是沒體力了 我恨這遊戲 我超級恨這遊戲 超級恨 OK啊 我們再繼續吼 真的是 還好我有存檔 真的好家在我有存檔 你知道嗎 不要再遇到飛龍了 哇 這個山洞 好丟喔 裡面還有長矛巷耶 就現在 就現在 停止攻擊 哇靠飛龍在那裡 風神在這裡 幹沒射到沒射到 幹會成功會成功 多射自己幾機 對對對 不要跑 你不要跑 拜託我求你 收求你了 收求你了 我愛你我愛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不能死 就是現在 飛龍不要來 拜託飛龍不要來 我說真的 拜託飛龍求你了 不要來 現在是非常時刻 OMG 太好了太好了 果實 你是吃肉還是果實 果實 果實 管他全部都送你啊 趕快把你帶回家才是重點啊 噢我的天啊 等一下等一下 摟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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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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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噢真的是很辛苦耶 把你帶回去又是一個問題 會不會給你太多了 快吃啊 我先把我的鞋子 鞋子跟他都先帶過來好了 實在太危險了 等一下吸引到飛龍 我跟你講不用玩了 那隻飛龍還在三下 等一下 殺野 來 這裡非常的安全 你不要根本亂炸喔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你怎麼沒有吃 我有帶麻醉 我有帶這個 太好了 等一下再餵 所以說你剛剛吃了沒啊 吃了喔加多少 加加29%左右 他是吃 這家剛剛是吃肉嘛 對這瘋神翼龍是吃肉的啊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稍微等待一下 這裡現在非常安全 太好了太好了 太棒了 這太難搞了吧 這個 趕快吃肉 保存一下體溫喔 因為我現在身上是穿皮裝嘛 所以說我的 抗性也沒有很高 快點 多少了 快吃快吃 我剛才是不需要用到麻醉藥了 給它醬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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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部 是的 好 這東西放你身上 石頭也放你身上好了 太棒了 只是現在問題是 回去是個問題 啊 我知道我們家在哪裡了 太好了 我們可以回家了 其實基本上 他這個蜜這個位置啊 雖然是已經跑掉了 但是呢 我們之前初始的蜜 應該是在左手邊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往那邊飛 應該是可以回家 一個 將就的概念 噢 幹媽的恐熊 等一下你有沒有搞錯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要打敗惡勢力 打敗惡勢力 打敗惡勢力 休想 動他 一根 寒毛 別鬧了大哥 我跟你講我可是很兇慘的 我告訴你 誰敢來惹我 我就讓他被我 帶到山上去中 中在山上 好不好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們把剩下的肉拿下來吧 他差不多再吃一塊 就要被馴服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回去再做風神一龍的安 太棒了 只可惜 我們現在卡等啊 沒辦法升級 太好了 抓到了 然後我想要設定那個 設定一下 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設定一下被動 被動 然後 跟隨距離 修改跟隨距離 我們用近 好了 來 我們回家了 兄弟們 回家時間 拜託不要遇到飛龍 我說真的 應該是往這邊飛啦 看一下蜜的位置有沒有動就對了 為什麼蜜沒有動 有啦在這裡啊 好了 我們是不是飛太快了 沒關係慢慢來 我們可愛的風神 阿琪 阿琪在線了 好久沒有看阿琪 有沒有想阿琪啊 我也很想阿琪 大家都想阿琪 光影是不是沒關啊 把光影關掉 我們盡量飛高一點啊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盡量飛高一點 不要遇到那些阿根廷 很惱人的 太好了 我已經聞到我們家的味道了 就在這附近 我們終於有阿琪了 怎麼可以這麼的開心 我們要把這隻阿琪練得強一點 我們要讓他跟第一季一樣 無堅不摧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你動作也要非常的快速 想必各位看過第一季的人都知道 我們那時候第一季的阿琪是多麼的 機車 然後呢 在四十幾集的時候呢 他不小心被我玩到死掉了 被南方巨送咬死了 這是一件 令人非常傷心的一個往事啊 不過呢 我們現在又抓到一隻啦 一樣是用以前的方式 恩 好像也不算以前啦 算半半方式 以前是直接 從頭用切子遮到暈 現在我們是卡地形 方式不太一樣了 但是呢 還是一樣 一樣是用我們原始的方式去抓到的 太好了 這樣子我們的阿根廷就可以引退了 然後之後都會帶風神出去吧 因為 風神可以抓中型生物 就是可以用 可以這樣把他雕起來 抓中型雕回家 那大型生物之後 我會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就請各位再敬請期待 我們家要到了 我們終於要回來了 上面有多嘟嘟鳥喔 上面一堆豐富的 大腿肉在走路 有沒有看到 你們現在所看到的不是嘟嘟鳥 你們現在所看到的是一堆大腿肉 一堆大腿肉在移動 我只看到大腿肉在移動而已啊 我什麼都不知道 好了我們回來了 然後我們的劍龍呢 快要掉下去了 太棒了 耶 超開心的 不會 指定他降落在這個地方 好了 你可以降落了 然後我們設定被動 好 就先這樣子 我們去做一下風神翼龍的鞍喔 風神翼龍的鞍應該是鐵嘛 鐵我們應該是非常的充足啊 可以的 太棒了太棒了 我可愛的小風神 我要把你取名叫做阿琪 好久不見了阿琪 您終於回來了阿琪 太好了 您是我的最愛 舊愛依舊是最美的 耶太好了 太棒了 我們有風神翼龍了 可以抓中型生物了 應該是連恐熊都可以抓啦 到時候多抓點恐熊 我們點一下負重 然後攻擊力不要點好了 等一下這個 負重到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也要點啦 那個耐力也要點 耶我們有風神翼龍了 到時候給他做一個很大的停機棚 太棒了太棒了 終於 終於 阿絲 好啦 我們今天呢 差不多就是一個行程就這樣結束了 很高興呢 我們終於可以讓我們的阿琪回歸在我們身上了 你看到頭有沒有瘋狂亂甩 每次跟阿琪玩最喜歡玩這個的 甩小甩甩甩鳥頭 好啦今天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跟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好我們下個方舟生存 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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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